随着全运会的临近 眼下我省各大运动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训练 而我们的辽宁女排也迎来了丁霞 严妮等国手的回归 她们将在今天启程前往金黄岛参加全运会预赛 在辽宁女排训练馆 之前一直在国家队备战东京奥运会的丁霞 已经回到了队里 跟队友会合进行了短暂的磨合训练 打完全运会预赛 丁霞和严妮还将回到国家队继续备战东京奥运会 现在回来可能合练两天吧 然后之前可能去联赛也不远打完 我觉得现在整体来看还可以 然后有一些细节上的东西还需要再磨合吧 除了丁霞 小将胡明远年初也曾在国家队集体备战 短暂的国家队生活 让这名小将无论是自身状态 还是在和队友的配合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就是我觉得还是从自己这里出发吧 一些细小环节的技术上 我觉得在有限的 就预赛前有限的几堂课的时间里面 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细致细化一些 争取队伍的配合上 就包括自己和二船的配合 包括队伍上整体的配合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是希望可以更上一层楼 除了国家队队员回归 今年辽宁女排还有一个利好消息 由于八一队军改 原八一队队员也是国手的刘彦涵 今年也会加盟辽宁女排 这让大家对今年的比赛充满了期待 刘彦涵到来肯定是强攻上会有一定的 很大程度上的帮助吧 我觉得 因为他毕竟也是国家队的队员 然后进攻还是很有实力的 进攻篮网这些的 我觉得我们可能现在在场上的一船不到位的情况下 我们对整体的进攻来就强攻是偏弱的 然后我觉得他的到来肯定会对队伍有很大的帮助 今年的全运会预赛 辽宁队与江苏 河南 河北 浙江 澳门四船队分在一组 首先必须要拿到小组前四名才可以参加全运会 所以这次出征金黄岛 辽宁女排目标明确 首先预赛是必须我们要确保预赛出现 进入小组前四 进入对中的这种全运会决赛 在决赛时候会力拼每个对手 因为整个 如果刘彦涵参与我们对整体的这种比赛呢 我想对我们对了这种整体的势力会有所提高的 我们会必须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目前几个国家队队员的回归 已经正式开启了辽宁女排冲击全运会的序幕 国首回归人员齐整 辽宁女排冲击全运正出发 中文字幕称赛